好 另外來聚焦的是科技的話題 這是特斯拉執行長馬斯克 今天在一場線上發布會當中 他就宣布要推出無人的駕駛 計程車還有無人駕駛的Model Y的車款 好 其中這個無人駕駛計程車的價格 將會定價是在3萬美元以下 低於台幣96萬元 像很多人的生命 避免傷害 我覺得我們會看到 自動車的車子 變得10次更安全 所以你會可以買一票 對 正確 我們期待價值得到$30,000 好 其實在今天這場線上發布會上頭 馬斯克他甚至是親自坐上 最新的無人駕駛的計程車 這款電動車會命名為Cyber Cap 只有兩扇海歐翼車門 是沒有配備方向盤 或者是油門踏板的 馬斯克就指出這個車主 可以借車輛自主來移動 使用的次數可以增加5到10倍 特斯拉的車主就可以將自家的車輛 列為無人的計程車來賺錢 來賺外快 好 這一款計程車 預計會在2026年就會生產 但先前就有媒體指出 其實馬斯克曾經在2019年時 他當時就計畫說公司 將會在2020年 會擁有可以營運的無人計程車 但現在已經2024年了 還沒有實現 所以這樣計畫到底會不會實現呢 當然現在是拭目以待了 以上就是這一集的全球現場 等於是 現在在2012年 有問題 是 在2012年 會不會 入面 會不會 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